词曲 词曲 词 词 我来拿回我自己的东西 没解吧 原来这儿还有这么多东西 搞清楚 这东西都是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买的 这屋子里的东西 有一半都是我的 别走 这儿怎么了 警察之前来过 那个梁总 后来这里发生一些状况 别跟我说这些 拍卖藏酒那批钱呢 到账了吗 已经不见了 被人转走了 财务人呢 我一直联系但是 你谁呀 我想不用自我介绍 你应该知道我们 我不管你们谢谢 给我滚 我受我们老板之托 来找你谈一些事情 你知不知道 你让我们老板很难做 钱在哪儿 我不知道钱在哪儿 告诉你别跟我们废话 嗯 快点说钱在哪儿 给我两天时间 旁边 你在吗 你不是不愿还钱吗 你不是不知道 钱在哪儿吗 要不 我叫你那朋友进来 好好的劝劝你 王莉 你不出来我都不走了 走啦 先让我把他打发走 否则我们拼给你死我活 谁都不知道钱在哪 皇帝 皇帝 说吧 你不是有事吗 你怎么了 我没事 那 那我们进去说吧 没这必要了吧 有什么事你在这说吧 我想你是误会了 没有人担心你会连累酒庄 连累任何人 我们只是想帮你 我不需要你们帮忙了 回去吧 回过艾伦那儿吧 你怎么那么固执呢 我就这样啊 走 走 走啊 小子 给你两天的时间 好好想想 对 千万不要跑 不论你跑到哪里 我们都找得到你 好好想想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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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我该怎么办 黄炼拒绝了我们所有人的帮助 内心刚强的他更坚信自己没有错 现在没人能帮我 然而 我一定能想做 面对眼前这一团迷雾 潘老师的离开 像消失了一盏引炉灯 使他陷入空前的孤独 无助 怎么现在怎么办呀 必须离开这儿 可是 怎么连出都出不去 不可能 咱们两个大伙人怎么都能出去 等等 我先看看 大家你今儿跟进过去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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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你们是玻璃城堡的工作人员吗 我 方便回答我们几个问题吗 您好 你们的 你们的负责人员 像我们是打扫为首男的 好像不是 你打扫为首男的 你打扫 让开 让开 一叭加一叭加 你什么是打扫为首男的 打扫为首男的 我不啥子啊 我不做咋的 那你让我们进去 打扫为首男的 你让我们进去吧 倒烧 倒烧 那你让我们进去吧 倒烧 倒烧 你还放一片吗 好 我把你们下劫 陪我欠问 那你们什么时候 能做出回应呢给我们 让我们进去 你说他们可真能耗着啊 我不是这样饿了 早晚他们就出了 让我弄一下 你弄了我 来 他们出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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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知道 我们几个问题吗 介绍一下采访好不好 我们都知道了 他们适合了 在楼上呢 楼上 楼上 在楼上呢 来啊 个抽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哪 真想不到你怎么会隐居呢 潘老师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呢 顺着酒味 你那鼻子真的有这么好使用 我知道潘老师没有固定的住所 不过对于你喜欢的红酒还是固定 我托关系 你查了这款酒最近的销售记录 送过最多的地方 就是这儿 找我有什么事吗 不搞砸了 希望你能帮我 现在可以解决 estate 然后又可以解决 null 你们可以�满 你开放 你把我提前停 我给你帮你帮忙 你帮我帮忙 你帮我帮忙 还是帮我帮我帮我 你帮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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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没了 钱没了 韩老师 你找钱在哪儿 那些钱不是在公司账户上吗 那笔钱已经被转走了 转走了 在公司里边除了你 还能有谁有这个权力 能动这笔钱呢 公司财务 他也是总 你 那你想怎么做啊 你去报警吧 黄连 现在公司是你的公司 财卖会是你亲自出来操控的 现在钱已经不知道去向了 你怎么向警方教的 我能怎么办 现在所有人追我跟追老鼠一样 那能怎么办呢 三钱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现在你留在这儿 警察会很快把你抓到 我倒希望 警察能把你抓到 我担心的是 警察还没有把你抓起来 那些买酒的人就会找到你 如果那样的话 事情变得复杂了 现在 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我 我说 我去 我去 你 我去 你 你 我去 我去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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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态的发展会慢慢的失控 我觉得你有必要出去避避风头 我不可能离开 我要走的话 就真的说明要做假 那好吧 不走也没有关系 那我们就选择 第二个 你承认你错了 承认上次品酒大会你失误了 只有这样 一切的责任不会落在你的身上 我不可能承认 我根本不可能失误的 对 我相信你不会失误的 你怎么就不能明白我的意思呢 来 过来 这是我近期 收藏那些新闻 看看 你并不孤单 他们也是个嫌疑对象 是我连累了他们 干嘛要这么说 干嘛就不能说是他们 连累了你呢 玻璃城堡 自称是发现了某些高端的红酒 他们成功地骗取了 红酒专家 拍卖假酒 获得了聚能 这是他们干的吗 还有黄连 你现在 只有一天的时间 这一天的时间里边 你不可能查清楚真相 但是可以利用这个时间 制造一个真相 你的意思是让我把罪名 推到杜生他们去 只有这个办法 才能摆脱你的罪 不可能 他们是无辜的 他们是无辜的 你就是有罪的 我请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查出真相 我一定会查到那批钱的去向 你到底帮不帮我 我已经进我最大的所能在帮你了 这就是你最大的所能 我需要的不是这些 我现在需要的是你能站出来 告诉所有人我没有做错 你知道的确有一批一九四五年的牧童 而且你的确见过 那也许那些酒被调包了呢 你真是天才皇恋 你一点都不聪明 我没有办法再帮你 我没有办法再帮你 好啊 你根本没有必要跟我浪费这些钱 你可以直接告诉我你不滚我了 没有啊 你担心有个ミュージック 还是没有 我拿到对 就有毛巾 你去奖导 我看你有没有 altitude 是不是 你们在我奖导 老波 是吗 货到了 好好好 下午叫兄弟把货送到汤区 好 晚上我请你喝酒 对对对 好好好 好 黄略 我知道你要做 但你不能这么做 大部分的藏酒 已经被汤姆封存了 这是我自下留的最后一瓶 说那批九十甲酒的人是你吧 是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先看看吧 这根本不可能是我出报告的那瓶酒 这就是那瓶酒 这是1982年的木头 跟那瓶酒整整晚半个世纪 这就是他们造假的手段 有能力买下这么大一瓶 82年的木头 又有能力办这么大一个红酒交易的人 在国内还能用谁 我不知道 是潘骁 不可能是潘老师 那瓶酒被调包了 肯定是姓严的他们干 我必须找到那瓶酒 我必须找到那瓶酒 才能证明我没有做错 黄烈 你为什么那么无条件地相信拍下 好吧 给你一些提示 但是 仔细想想 在拍卖会之前的一个晚上 如果那瓶酒真的被调包的话 那是换酒的唯一机会 祝您好约 祝您好约 作为您家的法律顾问 请允许我给您提个意见 您说 这是个丑闻 最好不要跟您 或者您的家人产生任何联系 谁都知道我是您家的法律顾问 所以 我贸然不敢斩首这个案子 什么意思啊 你们最好远离这个案子 远离黄烈 我们为什么要远离他 他是无辜的 无辜的人为什么要被冤了 为什么连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都没有 他什么都没干 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帮他说话 陈小姐 请你冷静一下 我没办法要冷静 你根本就没有努力 你根本就不配当律师 你连最基本的正义感都没有 陈小姐 我一直从客观的角度设法帮助你们 而你却在这里侮辱我 雨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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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好像很久没来过海边了 对不起 为什么跟我道歉啊 我情绪太激动了 没关系的 事情需要一步一步地解决 别着急 你知道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吗 就是应该回家好好地休息一下 你最近实在是太累了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怕事情还没解决 你就先把你自己累垮了 你也是爱的 我相信他是清白的 他会没事的 放心吧 我不能放心 他对我来说很重要 艾伦 你们两个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你对我来说代表着我的现在 他对我来说代表着我的过去 所以我无法放弃他 就像我无法放弃你一样 我跟你保证 我跟你保证 我绝对不会让他一个人孤立无援 艾伦 记住 我郭艾伦是你的男人 为你做什么 我都愿意 艾伦 艾伦 你为我做的 我都明白 可是我 艾伦 真的对不起 你刘经理了 刘经理在里面 谢谢 刘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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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几个问题 你跑什么呀 你又干什么 上个月有批藏酒 拍卖会之前存放在你们仓库 记得那批酒 我没什么话可跟你说的 看着我 看着我 告诉我 拍卖会之前的那天那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说话 说话 有人 有人买那批酒换掉了 什么人 我也不知道 这么过 那批酒还在我们这儿 火葬 再是好葬果 都什么 我评论 就都要 但是你才能够 跟着我 你还能够 我只能够 在这儿 是你 你也不想干什么 但我还要带你 人的 Diversity 这钱没了 我转走了 好 我还以为是被警察转走了 没想到被我的合作伙伴偷偷转走了 我本打算自己亲自上手 可惜啊 您老兄总是慢办办 钱在你那儿我就放心了 不过呢 咱们得重新算算账了吧 你什么意思 你看啊 我不管这批酒是真酒还是假酒 但是它给我造成了损失 所以你总得补偿补偿了吧 说吧 减了多少 一半 成交 潘总 爽快 能做大事 你咋做 怎么跟那些买家交代啊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怎么跟那些买家交代呢 你都替我做好了呀 这件事是黄连干的 跟你跟我都没关系 你打算怎么办 你等等 他说你是谁 他是我的人 他可以走 可以美 甚至可以让警察可以抓起来 但是你绝对不能够 潘总啊 潘总 你在我面前倒貓黯然的 您也是你看的 你都不在乎了 我留着他干嘛啊 中文字幕——YK 不好意思 阿姨 我接个电话 接吧 接吧 喂 小萱 怎么了 一心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什么消息啊 黄脸 找到咱们那批酒了 我们现在就过去 太好了 真的太好了 小萱 那我先挂了啊 拜拜 这么开心啊 什么事啊 没什么 饿了 你吃点呗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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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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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哎 哎 哎 鸡 潘老师 你不要说话 你听我说 我现在联系不上黄脸 你现在立刻要马上找到他明白吗 找到他 然后你们就走 不要告诉任何人 潘老师你在说什么呀 黄远已经找到那批红酒了 你不知道吗 那是个圈套 你听我说 没错就是这些酒 跟刚发现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们可有照片为证哦 想死你们了 现在你们可以鉴定了 想死你们了 看看我们到底是对还是错 他现在有什么危险 你明白吗 你们现在马上走 马上走 不要告诉任何人 马上走 来 来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问您对这批酒如何评价 这是一九四五年的木桶吗 不是 绝对不是 不可能 这瓶酒品质非常一般 我之前喝了酒 绝对不是这些 黄先生 您对此作何解释 您现在还确定自己没有错吗 黄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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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神 卢神 你别花脸了 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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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专家认定 这批红酒并不批酒出别的活 具体情况我们还要继续跟进 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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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